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普罗政治 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我刚才说了她心底里的笑话 也很希望這件事就此過一段落 大家平平靜靜 大家的心情比較嚴肅一點 不要說不開心 嚴肅一點 這部份我真的沒有試過 和你們兩個這樣做 上次我們在這個節目中 有講過食物雞一謀論 你的朋友很搞笑 我的朋友很棒 然後掀起了這個燒薯片的行動 有些就說 Adam好像沒有說清楚怎樣燒 有些就說拿打火機燒 有些就說如果他用煤氣爐去燒 會有什麼效果呢 有些人可能說 試一下日本出的薯片會怎樣呢 有一隻可能有些鬍鬚那隻 有些人說那隻是沒有薯仔成份的 沒有的 試一下那隻燒又怎樣呢 變了很多朋友在我的Facebook群組裡 大家在去鬥燒薯片 然後有那個 大家做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鬥燒薯片 即是每人在去燒不同的牌子 變了就 得出來的結論 其實Adam知道嗎 想不想知道嗎 我想知道 我試過呢 我試過呢 before 你說之前 我再說 有些人都問我 Adam 你每次都告訴人 燒薯片你有沒有試過 我有試過的 我試過那隻B B 燒的時候 沒有用好像你的朋友 或者用什麼煤氣爐 或者煮食爐 那隻 我就用火機而已 用火機燒 情況就會看到黑 然後之後有油 燒到上下而已 不是馬上有油 燒到上下 燒到上下大半島 就有些黑色的油 就掉下來 一滴滴滴下來 其實基本上 你是不是這樣 是啊 還有一些 就算你不同 產地那些 可能日本 或者可能美國 甚至可能英國 那些 但是我們做了很多的實驗 在Facebook 大家得出來的結論 原來都是大同小異 會滴出來 會滴出來的 但是黑色油 黑色來的 是不是很臭的呢 臭 有些會比較焦 因為透過Facebook 我就沒有問得這麼詳細 如果我試過燒一隻 英國來的牌子 那麽就 即是M字頭的 那間百貨公司 是啊 沒錯 一提到英國那隻 那隻真的會有油 臭得來之外 當然有些焦味 是啊 所以我想 不是說叫人家燒薯片 是啊 其實在我的角度 就是聽過我的節目都知道 就是說 薯片 那究竟是不是 好像剛才 Kennie說 是不是真的 真的薯仔做 那大家清楚 就是我時都講的了 薯片 就全部都是基因的 基本上 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 改變了 完全是 不是有薯仔的成分 的薯片來的 那可能有些人會挑戰我 不是嘛 真的沒有薯仔的嗎 那我不可以說 一粥高打一層人的 不是全部沒有薯仔的 一定有薯仔的成分 但是不是全部薯仔做 有些人就 在我的Facebook留言 就說 Adam 我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說怎樣 有些人就真的 我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現在市面上 有些薯片機 那如果沒有薯片機 都不要緊的 就是怎樣 就是用人手 但是人手你知道 切薯片 切到很厚的 你不能切到很薄的 那都ok的 甚至乎 我那次跟你吃飯 你一同學說 你家裡也試過炸薯片 是呀 我不是炸薯片 我是用風乾的原理 風乾機 那我可能首先是 把薯仔去蒸熟 那之後就可能加鹽 加一點點水 就用攪拌機 就攪爛了它 就像薯蓉一樣 是呀薯蓉 然後就倒進風乾機 那到時就變成 我們平時在街上買的薯片 一個個圓形 一個個圓形 那樣 其實都可以做到這麼薄 那樣可以做到 比起街邊的那些厚一點 你會像鬍鬚的那樣 噢鬍鬚的那樣 這樣鬍鬚的那樣 那你試過 如果其實你相對的 你街上買的薯片 你就會發覺 街上的薯片 你真的不再敢吃 因為你是 一來擺不到那麼久 二來那個味道 真的差很遠 你會覺得自己做的那些 真的很接近 一個真的薯仔的味道 是不是你家人做 所以你覺得差很遠 我做的 其實那個是我 是我做的 我你做的 有機會做些給Adam 你試一下 你有沒有試過 你自家製的薯片 你有沒有找火機 或者找火燒一下 暫時還沒有 因為這陣子 你試一下 包補一定不會有黑色 應該就應該不會了 絕對不會 其實都這樣說 很多人都問我 尤其是我之前 我有幾集都講過 食物陰謀論 甚至乎一些 基因與不基因 今次 我想我對上那兩次 在大人在線 都跟大家分享過 一些叫做 GM的東西 甚至乎一些 食物陰謀論 今次我想說 真是GM 因為上次 我們都說過 究竟有機 是不是真的有機 我想 分享一個故事給大家聽 好啊 那次我跟我的家人 去了一間的 所謂 所謂叫做有機的公司 那間公司叫做 XX6 那一隻 小心點 XX6 XX6 重複的那兩隻 是的 那一隻 很有趣 我就拿著 一個 他們 一包的 我想是乾的 一些蔬菜類的東西 乾了 其實是風乾了的 那你當作一些 Dry Fruit 是的 然後 他就 包裝上寫了一些東西 寫了什麼呢 就是某一個機構 叫做 Organic Certified 好了 那我當然 陰謀論起 那我就去問店長 那我問 小姐 其實 這一間公司 是哪間公司 是哪裏的 他很會回答的 不是很可愛 他立刻 他聽完之後 先生你等等 我說什麼事 然後他就拿了一個認證 那認證是什麼呢 就是那間公司 說他自己公司 apply了某一些 所謂的 美國association 一些什麼會 所謂的 叫做有機的學會 那他告訴我 這些就是 他這間公司的 certified的東西 那我就再問他 那我說 那這些公司certified 那些公司在哪裏的呢 那我真的即時 在google 是 那原來真的找不到 為什麼呢 那我問店長 店長說 不知道啊 那這些肯定有機的 還有cert 他用一些很鄙視的 眼光盲著 你不要玩東西啊 小孩 你不要踩場 那我就說 有認證 是 但這間認證的公司 出這個認證呢 我找不到的 甚至乎 可能一些很小間的認證公司 那我說 那怎樣去知道 這一塊東西 或者這個產品 是不是真真正正的 叫做 organic certified 呢 那 其實情況呢 當然我當然不會 叫他難做 我不會打破三盆 問到都 那他就跟我說 他說這個電話 是我做公司的 你不如office hour 你打去問一下 我的公司 究竟怎樣 那當然我沒有問到 那情況是什麼呢 我想告訴大家 當你如果在市面上 見到一些所謂的 叫做有機認證的話 要小心一點 為什麼這樣說呢 應該告訴大家 這是一個陰謀論來的 為什麼呢 有機的認證 當然我不是說 阿豬阿九的公司 都可以出這些認證 可能有機會 是某一些association的認證 甚至乎 美國有一間很大的公司 叫做 AGMO的公司 就是一些美國的 真的certified了的農產品 講的農產品 是會包括蔬菜 水果 各樣各樣等等 的食物 是出口的 certified了 但記住一樣東西 certified了 它是可以做到certified 是 符合到 是的 符合到 但是你要記住 這個是一個tricks 這個tricks是什麼呢 就是說 究竟它整個生產過程 是不是全部有機 什麼意思呢 當如果整件事 是全部有機的 那當然是沒有問題 是的 但是原來我發覺到 我再找一些資料 再深入一點去看的話 原來現在整個過程 當你一個工序 是符合了有機的程序 其實呢 它是可以做到這個認證 哦 嘩 我明白了 沒問題了 很簡單 如果 阿Kenny 你有一塊田 這塊田是不是有機的 然後之後你買了種子 那種子是有機的 那你已經變成有機了 好了 當你總之沒有機 你的田又沒有機 但是在這個食物的生產過程之中 或者下的農藥是有機的農藥呢 它可能呢 就已經是變成有機了 就是證明是什麼呢 大家清楚了 去各大的超級市場 現在呢 有很多啦 除了是那兩大間之外 有一些是所謂的高級一點的超級市場 是 即是C字頭那間 甚至乎 有一些T字頭那些 那就是高級一點的超級市場 那永遠都有些什麼 有個小 corner 很小的小 corner 就是買一些有機的東西 大家的情況來了 就是說 你知道 譬如說 我舉一個例子 譬如米這樣 米有些叫有機米 是不是 泰國很多 我經常見到泰國有機米 沒錯 那你要記住 整個情況是什麼 就是說 現在 香港人 甚至乎現在我們富裕 當然怕死 怕死的情況是怎樣 當然買好東西 我也會這樣選 看著有機 有機做不是好東西 是不是 那情況來了 如果有機的話 是真的有機的話 當然當然是正 但是問題就是說 如果剛才我說的 就是說 產品的生產過程 有一樣東西有機的話 你就已經符合了有機的東西 那個情況 就是當落到我們手的話 為什麼我用米來做這個比喻呢 就是一包米 可能在說一百幾十塊錢 但是在說有機米 還要是這麼丁包的有機米 可能只有兩K字 對 就是在說二三百元一包 那這個的暴利 那大家去想一想 究竟是 究竟你在吃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有機 可能你心理上 比如說 你家人買了一些蔬菜回來 跟他說 喂 Kennie 我今晚這餐正啊 Kennie問為什麼 我現在全部有機菜 可能沒有機菜的話 在街市那些阿嬸買的 可能在說六七元一斤 這些有機菜 四五十塊 半Kg 或者我不知道 四五十塊一摘 那你心理上 你覺得 我吃得挺健康 你看我下巴都是有機 那幾些東西 所以 整個情況就是 究竟現在我們在吃有機的東西 是否真的有機得這麼厲害呢 但Adam 我看這些有機的標誌 我也有留意 其實我看到不同國家 都好像有他們自己一套的標準 和他們的標誌 可能美國也會有那個有機的標誌 歐盟也會有自己的有機的標誌 澳洲也會有自己的標誌 即是他們當地的有機的標誌 沒錯 我心想 會不會這些歐洲地區 或者澳洲這些 比較著重農產品的地區 他們的有機的產品真的會好些呢 我就會看那個 真的哪個地區給他們的有機的標誌 我才會買 我自己就 都可以這樣算的 但是如果 我早就這樣說 現在食物是什麼 工業化 工業化 工業化是什麼 就是大量生產 便宜 你的貨幣低 所以來講 整件事的過程 在我角度 我沒有說Kenny是錯的 但在我角度 整個association 譬如歐盟也好 美國也好 澳洲也好 他每一個地方有他們的 compliance 有他們的 rules and regulations 是不同的 每一個地方 但是以我所知 始終都是用利益行頭 所以你發覺到 其實 我想大家觀眾聽眾 看回整件事 就是 以前我們爸爸媽媽在街市買菜 時被人罵 就說 哇有沒有搞錯 那些葉有孔的 我剛才之前都講過 有孔的葉 現在基本上 你看到一些蔬菜 現在哪有孔 因為下了很厲害的農藥去 連蟲都不敢吃的這些菜 現在就吃到我們的肚子 所以Adam 我很神奇 我都聽過你講過這個 point 所以我們去我們兩大超市 即大間一點的 你會發覺有一隻 什麼牌子不說 有一隻是有一個透明膠盒 入住的 封得很漂亮 他寫著 寫著名是organic的 禮品裝 禮品這樣 高級那隻 然後你會看到有些organic 然後我都有時 真的會買來做 用來吃 我都在看 真的 沒有一塊有孔 我心想 他是不是真的這麼好 跟我選擇 那應該是不可能的 因為他只寫著說 可能我洗了很多次 你就這樣吃就可以了 他有沒有跟我說 我會精挑細選給你 那我就在想 究竟是不是真的有機 我都想了很久 其實這件事呢 就有很多爭拗的 那我想之前呢 在我節目裡有說過 在美國的 有間德國的公司 是 叫做A.G.Farben 就是在網上有人看到的 沒有所謂的 是大家開放的 他以前呢 就是做一些毒氣的 做一些農藥的 Florite那些呢 都是這間公司做的 那這個 那今天這個 topic 不是說Florite 我就不說了 那就是 這間毒氣的公司呢 就是做一些所謂的 很厲害的殺蟲藥 就是給農民吃的 不是熟的 是給這個用的 吃就糟糕了 吃就糟糕了 間接都吃了幾個殺蟲藥 其實是間接吃了的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的 蔬菜啊 甚至乎那些水果 沒有燒焦啊 各樣的東西呢 那大家都清楚的 這個是不是 就是因為 放了很多的農藥下去 所以搞到現在整件事呢 就是 哇好漂亮啦 那些蔬菜 那整件事就是說 當你皮光肉滑的話 那在我們的角度 如果不用陰謀論的角度去看 或者不聽我們這麼多的資訊的話 你要知道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不好啊 喂 蔬菜沒有燒焦啊 OK啊 甚至乎 我想我在主流媒體 我也有講過 就是講著什麼 就是講著 提子 提子 這件事很有趣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早幾十年前 我年輕的時候 只有幾隻而已 又紫色又紅色又綠色 全部都有核的 好啦 那現在已經十幾二十年了 裡面就有 喂 有沒有核提子 那就正啦 大哥 這麼麻煩 那當然是沒有核提子 好啦 那沒有核提子 怎麼來的 那也是基因改造了 是不是 那有些人會覺得 那基因改造有什麼問題 其實呢 在表面上是真的沒有問題的 你可以吃的 但是問題就是說 其實那個提子裡面 是有核的 那這個是正常的 因為正常的生態 它有核的 它是靠核再繁顯下去的 是啊 我問你一個問題 我在主流媒體 都問過那些主持的問題 很簡單而已 對 你說得對 我們小學時 我們先生說就是 食物 即是蔬果 甚至乎 水果 有核的 那我們丟到一些泥土裡 它會再生長 這個是一個circulation 一個循環來的 反過來 如果你的提子沒有核的話 那怎麼來的呢 對 對 怎麼煩 怎麼煩 你會吃盡的 你會吃盡的 那你怎麼來的呢 很簡單而已 我問你整個生態 你們就知道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它基因改造了 它基本上就不需要種子 去做這件事 是吧 甚至乎 那種子是自己 甚至乎有些人會嘗嘗嘗嘗嘗 怎麼會不需要種子 是 有機會要種子 但是種子 是不是真真正正 我們在生果裡面 或者蔬菜裡面 去拿一些樹裡拿的種子呢 這個可以大家值得考究一下 那Adam說到提子這個位 我自己引申出的 所以有些人跟我們說 提子做出來的油 有什麼葡萄籽油 那些人就說 提子油 就是啊 所以這樣就不要用 因為剛才說到這樣 嘩 還用 所以我經常覺得 那些東西 可能我們看了很多廣告 寫了一些標榜 很健康那些 其實都真的未必 所以我們有時候 要想深一點 還有看看那件事 究竟是怎樣 要想深一點的 因為整件事 不是真的覺得 喂 Adam 你不要真的 有時候都好像說一些東西 好像真的是 危言聳聽 危言聳聽 是的 但問題是 這個是事實來的 是真的事實 很簡單 你早幾年 不要早幾年了 應該是十年八年前 日本仔 你要知道了 西瓜圓的嘛 日本仔做了四方西瓜出來 他好像拿一些東西 框著去 生出來會這樣 這個是一個說法 其實呢 第二個說法 就不用找東西框著去的 基本上是基因改造了 就變成了整個四方西瓜出來的 哦這樣 是的 所以呢 整件事就是說 我們現在那個食物鏈 甚至乎我們的生態 例如是雞 我上次很早那兩集 在達人在先都講過 雞 現在我們養的雞 其實是可以很快的 是費了三分之一的 比之前 我們現在養的禽畜類的動物 來講 禽畜 雞鴨鵝 其實那個circulation 是低了的 低了的意思是說 可能用四十五天的時間 那之前 可能現在我們用三十多天的時間 那這個工業化了 整件事 對不對 Adam 我想起剛才你說的基因改造 我想起我自己一個小故事 其實我之前 我自己也有一個土地 小小的地 你有土地 小小的地 原來自己種 你有地 很小的 但可以用來種東西 我試過種甘筍 那種甘筍呢 我種了很多之後 到了我修成 然後我心想 都修成了 然後拔出來 每一條都好像很奇形怪狀 我們那些叫做 紅蘿蔔的 我以為你拔出來沒有的 有的 紅蘿蔔的甘筍 但每一條都很奇形怪狀 那跟我們在超市 就會見到 不同的 一袋有很多支 很齊整 很漂亮的 好像賭武賭出來 對 然後我就問 為什麼會這樣呢 有些人就說基因改造 基因改造了 其實現在我們在吃 我去我 你們的味道 的食物的話 其實百分之八十以上 已經基因造 我時常這樣說 大家不可以不相信 就是什麼呢 是食物工業化 為什麼我時常說 食物工業化呢 你很簡單的 你做一個農夫 我當你有幾一畝地都好 你耕耗完之後賣的話 喂 多久啊大哥 你種一棵菜現在 你想一下 如果真的用一些 傳統方法種的 可能真的要幾個月的時間 我便試過 我便試過 至少要幾個月 真的差很遠 有時候我們在街市 看到一些白蘿蔔 嘩 好像 好像 手臂一樣 前臂一樣 我種了大概要幾個月 因為我不用一些化肥 我用一些有機肥的 用牛屎提煉出來的肥料 其實種出來都是很細條 可能像嬰兒的手瓜 你會想一下 那些是化肥 白蘿蔔 白蘿蔔 種一些白蘿蔔出來 所以客人就差 所以人家說 有時候可能你在超市 可能見到一袋一袋的金箱 好像很美 買回家炸汁之類 其實可能有些 基因改造的飲品 其實我們是不是真正去健康呢 有時候都覺得很矛盾 對的 尤其是聽說 譬如說蔬果 你可以知道 其實現在很多的 有些人說果汁是健康 當然果汁不可以說不健康 但現在很多市面上的超市 甚至乎便利店 都買了很多的 譬如橙汁、西柳汁 那樣東西 其實這些是否真正的水果 這個大家可以想一下 因為很多時候現在有很多 artificial favoring 這是第一 第二 你看到後面有些 200、220 那些所謂的 artificial favor 又是 甚至乎一些Sweetener Sweetener 我都說過 就是一些唐精 或者叫做唐漿 這些就是放進去 一些飲品裡 那究竟 譬如一些M字頭的 其實那間公司 即是可樂公司 你不要說什麼可樂 那間M字頭的 所謂叫做 果汁 有檸檬 我不知道有沒有檸檬 有橙 橙是最多人買來喝的 有粒粒的 那些 你知道我說什麼 果汁 果汁 那是不是有 是真的假的 那我不可以說是假的 是吧 但問題就是 它肯定是用了一些基因 它製造出來 令到它們的生產會這麼快 還有這麼多 就是你很簡單一件事 整件事 我們地球資源是這麼大的 這麼多 那為什麼我有些東西 是越來越多 吃來吃去都會不完 有些人會罵我的 喂 有什麼不好 現在我把我們的食物 去工業化了 令到我們快了去吃了些東西出來 但是你知道 基因改造就是 將整件事 即是說它的所謂的頻譜 去轉了 基因的頻譜 轉了的話 究竟 現在沒有任何大學的研究 究竟 GM對我們的人體有多有害 這個沒有一個很概括 或者很細節的研究 這個研究出來 究竟對人體好 而不好 不是這件事 這個研究出來 究竟對我們人體有多壞 不是好 對不起 絕對不可能是好的 究竟有多壞 究竟對我們的所謂的器官 甚至對我們的metabolism 即是我們那個新陳代謝 究竟會有的影響有多大 這個呢 是值得去思考 去深究的 其實是 還有呢 剛才我們說起 我們去買一些有機食品 其實 在我的角度來看 除了對於自己的健康好之外 其實我常覺得 是對於地球 保護地球是一件好的事 可能你用少些農藥 是 但我覺得 有時候放下去 我覺得好像很諷刺 其實我們只不過是想保護地球 為地球出了分力 但要給更加多錢 是說得很對 為何會這樣呢 為何會很荒謬 為何會搞錯 整件事已經完全扭曲了 上次我都講過了 萬山都 是吧 那萬山都我都開了名字 大家聽我的節目都知道 我常常都講萬山都 萬山都 是一間非常之 很厲害的公司 除了國企以外 現在不是快 現在是國企 國企以外 他後面背後 有FBI和CIA的Funding 加上美國的Funding 就是一路去Dominance整個市場 什麼Dominance呢 就是去佔據整個市場 所謂的佔有率 其實他們用了一些很壞的方法 例如什麼很壞的方法 我不知道有沒有講過 不好意思各位聽眾 觀眾 如果是我之前講過的 再聽多一次 沒辦法 因為我忘記了 就是說他們用一些很不法的手段 例如什麼 例如你是一個小農夫 我是萬山都 他是用了任何的方法去迫害你 要你用我的種子 第一 第二 如果你不聽話的話 他用橫手去搞到你無生意 甚至乎搞到你倒閉 為什麼算是迫呢 就是迫我用我的種子 就等於我 我怎樣都要買種子 是不是 你迫不到 可能你給那個價錢是合理的 除非你給他添價 我要我買就硬來 當然這件事 後面背後有陰謀 那陰謀是什麼呢 就是當如果你用了萬山都的種子 去種你的田的話 你是永遠都是回不了頭 回不了頭 回不了頭是什麼 你永遠都要用它的種子去種你快田 因為用其他的種子的話 是做不到東西出來的 是啊 這老陰謀呢 很大件事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以我自己耕種的經驗 如果我當一塊泥土 我想要它完完全全去盡 之前遺留下來的一些不好的東西 就是輻射不要計 起碼都要七年時間 不要種其他古靈珍貴的東西 讓它自然在那裡吐 那才可以變回正常的土地去再種其他 沒錯 但是現在我講的一個個案 就不是說七年甚至乎十年 是說當如果你用了萬山都的種子 種了一塊田的話 你的一塊田是回不了頭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一定要被它枯死了 當然它開頭那時候 找些泡最便宜的 我送給你用試一試 我教你怎麼開飯 我給你一些技術 那些農夫會覺得 咦 正啊 它要怎麼吸引你呢 很簡單 譬如我這一季收成 可能是一噸的檔 舉例而已 我現在告訴你 我正在推銷你 你用了種子的話 可能變成三噸或四噸 你值不值呢 當然老虎也值啦 好像在推銷別人買的那些精神病 那些毒幣那些軟仔 我真的 是啊 它開頭很便宜 它開頭很便宜賣給你 真的很便宜 它給你了技術 直接有美國的人員 所謂的耕種的專家 飛過來你那裏 直接跟你一起去開發你的土地 去教你 但是反過來 它在背後 大家都不知道 原來你不用它的東西的話 這些田是沒有可能種任何的植物 是嗎 我又分享我的經驗 有一次跟一些學術的機構 走了回國內的那些 帶來看一些他們自己農產品的 一些很突破性的成果的地方 有什麼突破性的成果呢 他們介紹給我們那些人 就是帶我們去介紹不同的生產品給我們那些人 他們很自豪的 但我覺得很震驚 例如是什麼呢 他說這一種就是我們第三代的粟米 叫超級粟米 尺寸會比一般大多少 可能長一點的 收成會多多少 他就沒有說自己用什麼技術來做成這樣 那時候一定用一些不好的東西 怎麼會弄到粟米那麼大 我還可以做不到那麼大 另外一件他就說 叫做第幾代的科學豬 那他的豬呢 什麼科學豬 科學豬是我說的 不是啊 信也變成豬 真的 我真的看到那隻豬 是真的比一般的豬會長一點的 真的豬來的 真的豬來的 但他就會長一點 那些腩位就會多一點 你燒腩都斬了幾條 你賣出來做燒肉 我想他們是很自豪 你真的看到的 真的看到的 他們真的很自豪 國家去這樣 將一些動物或者植物去改變了基因 令他們變成這樣 他們很自豪 但我就覺得 那你是不是變成做一些不好的東西 其實是違背 有些違背天意 對不對 就等於一件事 剛才Kenny所說的 譬如一隻豬 可能是那個尺寸的 但他故意將他的基因改造了 生出來的豬BB 就變成一條長的豬BB 其實是不好的事 我本身是不吃豬的 我也是吃素的 其實我在那隻豬的角度 我就會覺得 那隻豬在一些普通的 正常的豬裡面的時候 那他就成為了一個怪物 會的 我一直覺得 那為什麼我們要那麼扭曲 那件事那麼殘忍地去做呢 可能大家其實 你吃少一點 或者可能吃少一點 其實都已經不用做到這樣 基本上 在動物來說 他們現在的專家已經分析過 就是動物和植物 都是有很多的空間 可以將他的基因改變了 例如外面有一些 叫做 rumors 那些要言 就是說 雞 你知道快餐店的雞是沒有頭雞 我上次都說過 雞不會沒有頭的 是的 但問題就是說 雞是否可以改變了他的基因 而令到他大隻呢 可以的 甚至乎 我上次都說過 快餐店的雞的骨 為什麼會那麼遠呢 其實都是基因改造了 加上 以前 我想我都說過了 那就是說 以前有些打激素 打一些荷蒙 那就是會打在頸上 那現在呢 這幾年來講呢 除了打頸 我聽過 就說有些公司是打雞翼的下面 所以現在 是的 那很多人呢 現在都說過 就說 喂 不要吃雞翼啊 太多荷蒙 太多激素 那是事實來的 因為激素呢 打進去的話呢 它是可以 令到這隻雞 發大 但是它有些激素的殘餘物呢 在那個針位的那個位置 那所以其實基本上 盡量啦 那你知道其實 燒夜食也好 或者打火鍋 打火鍋不是的 燒烤也好 打火鍋 燒烤或燒夜食 就一定是不可能沒有雞翼的啦 不然會殺了人 香腸啊 雞翼在裡面有 那講開燒夜食 也講回了一點點 給大家聽 但是不知道不知道 其實呢 你燒一次食 燒夜食 你也知道了 你不會去到很遠的嘛 一隻東西很遠的 那爐一定在你前面的 原來發覺到燒夜食的話 你咳的所謂的炭 或者二氧化炭呢 其實呢 等於你吃四至五包煙 四至五包煙 是呀 知不知道 即是五十支煙 即是四至五十支煙 四至五包煙 是說八十至一百支煙 一包二十支 一包二十支 一包二十支煙 一包二十支煙 我只有一包二十支煙 一包二十支煙 一包二十支煙 那是說的是 你燒完 又不是燒完 燒完 燒完食物的話 你是等於吃了四至五包煙 嘩 真的很金 我之前也看過一些新聞 都說 可能污染那麼重要 所以澳洲 它直接禁了 不准拿一些炭去燒來做BBQ 那怎樣 用電爐 可能用一些煤氣爐 有些煤氣爐 不知燒著 那如果在室內那怎樣做 就搬個煤氣爐出來 可能在室內電爐 電爐 所以即是 其實我們現在在做飲食那方面 我們正在做很多很破壞的環境 飲食其實這件事 其實時間差不多 我想再講一些 其實我想這十年八年 你要看到 雖然我們的科技 日新月二 我們的醫療也日新月二 大時都說我們命長一點 這個我是不會不承認的 絕對的 因為醫療的科技是高了的 但是反過來 你要知道這件事 就是說 現在有一些不育滋症 甚至乎癌症 或者其他的疾病 很怪的疾病的話 你覺不覺得 Kenny 是這個年輕化了 會 剛才所說的激素 吃到小朋友可能很早熟 沒錯 所以其實基本上整件事 你會覺得 為何現在我們的小朋友 為何我們現在一輩的輩人 即是說的是 我們都是吃這個快餐 吃這個基因 尤其是MSG MSG說的是微精的東西 微精 當然 Adam 時機這樣說的話 也有人說 Adam 你真的回去家裡 可以了 說真的 誰可能不吃微精 對的 聽眾說的 是不可能不吃微精的 即是你知道現在 譬如我們出街吃飯 對 雞腩大了 但是那個時候無微精 你信不信呢 當然不信 他自己本身有些鹽 有些什麼鬼都在這裡 他放那些醬油 他那些醬油 他那些醬油 他有味精都可以 那又是有味精 他不放一堆的味精給你 沒錯 所以整件事 我可以說 如果真的要吃得健康的話 第一 做事的人 就一定要打發盒 自己要煮 那就鹽少 大家都清楚了 少鹽少糖 大家清楚了 少油 但是整件事 你看到 我想帶出來的 今晚的節目 就是說 大家看回 其實現在 這十年八年 很多不與之症 加上癌症 加上很奇特的症狀 其實又年輕化 說的是十幾歲又有高血壓 二十幾歲可能會撕死 三十幾歲可能有癌症 這些其實 不是我們的人做出來的 是我們自己的食物環境 甚至乎我們食物的習慣 即是食物的習慣 我們都吃快餐 都吃一些濃味的食物 我們多數喜歡吃一些 所謂的香口 香港人叫香口的食物 所以其實Kenny我都很佩服他的 因為我不知道他 所謂的素食 吃素了多久 但是他真的完全是 我跟他試過吃過幾次飯 他真的解得很清 清到就是 總之 湯底有牛 湯底有什麼 他都不會碰的 他是吃得很清的 那我又不是很主張 即是我不是說 一定是吃素不好 吃素好 這個是我中立的 這個是個人的出向來的 我都不是說 是態度 是態度來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大家聽眾觀眾 都要看回 究竟我們現在吃的食物 是不是真的要時間 已經要改變一下 例如我們不要喝那麼多汽水 例如我們不要吃那麼多的小食零食 例如薯片 剛才開場都說過 甚至乎我們每一餐裡面 真的會不會是少些鹽 少些糖 或者少些油 那你也知道現在 我剛剛看開電視 就見到一個廣告 就是那間 美國的連鎖漢堡快餐店 就在說現在他們推行素食和健康 但都是炸的 我看過了 都不敢吃 那他都好像說 好像是早餐 我記得 有麥皮 我記得 有麥皮 有麥皮 最新那隻 麥皮時間不多 所以就不多說了 我聽你說的一點點很精彩 麥皮 我想跟大家說 有一個 老人麥頭 那個 不是不好那隻 但是千萬不要吃他那隻快熟麥皮 快熟麥皮 就是不是煮那隻 就是說有個杯 倒一點點下去 用滾水沖 這樣就變成麥皮 那隻千萬不要碰 因為那隻是很厲害的 很基因的那隻 加起來說多一點點 反正都是 那有一隻餅乾 是朱古力的 裡面 中間是白色的 O字頭的 叫你舔一下那個 那隻 那隻千萬不要碰 那隻全部都是GM的 那隻 我想我跟你說 小朋友 尤其是千萬不要吃 那當然啦 美國的快餐 雞也好 漢堡包也好 小店為妙 這個真的是事實來的 喂 時間差不多了 好啊 今天很開心啊 那跟大家說一聲啊 陳大人那裏 那裏呢 不需要擔心 他絕對沒有問題的 那就是 只不過他有些事處理 所以就叫我們兩個 就頂第二集的 那希望大家 這部分二呢 可以給多一些 好的訊息給大家 令到大家 譬如在生活上 吃得健康些 甚至乎 你在超級市場 甚至乎 叫夜的時候 看多一些後面的東西 尤其是阿斯巴甜 就是我們叫做 artificial favoring sweetening 那些呢 千萬不要碰 所以什麼無糖啊 或者沒有卡路里 低卡路里那些呢 千萬不要碰 那些 OK 好時間差不多 拜拜 我們遲些再見過你們 OK See you 拜拜